如今只要提起相声大家,自然就会想到郭德纲,仿佛一夜之间,郭德纲就成了相声的该名人。 但是不得不说,郭德纲真的很有才华,写过很多经典的段子,也是抨击过很多的现象,在相声界也有一位曾经是得意刷新的相声演员,在郭德纲写进过段子里,他因为娶了自己是伯的妻子而民生忌讳,这个人就是戴志成。 说起戴志成,可能现在的人有些不太熟悉他,他是江坤早年的搭档,是一个非常的著名的相声演员,曾经是与马三立,郭荣启,白全服一起学习相声的,后来拜了礼服祥为师,更是赵佩如的徒孙。 如果按照台词论位来算,侯耀文则是戴志成的师叔,但是侯耀文认识了戴志成也算是最大的不幸吧。 原本戴志成的家和侯耀文两家离得特别近,也就是前后老的关系,当时的侯耀文身体要直,而且还到处演出。 所以,比他小二十岁的妻子原因,就一直在家独守空房,来来往,往的这两个人慢慢的就联系上了,后来拜志成为了取原因。